台南神经外科主任赖达明 主任同时是台湾神经外科医学会的理事长 我们先讲一个观念题 为什么糖尿病患发生中风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三到五倍 而且很多病患是哇一下他就躺下去 他就摔倒甚至还瘫痪 糖尿病有个特点就是他会影响血管病 会影响血管内皮细胞 所以他其实跟中风有相当大的关系 尤其是亚洲人外国大概是1.5到2倍的中风 增加那个中风的比例 但是其实研究上发现说亚洲人可以到5倍 这个是您的病患 63岁的男士他有糖尿病 他有高血压病室 他控制不佳 晚宴的时候的症状是什么 剧烈头痛随即就陷入昏迷 送医急就见归一命 可是他已经半边瘫痪了 您可以说明他的情况吗 为病患进行开炉清血管 白色的部分就是出血 那我们可以看到出血的量很大 那出血有个特点就是 通常都会有剧烈的头痛 然后很快就昏迷 那都是在白天比较多 那一旦这么大 事实上一旦出血 大概就是一边瘫痪 甚至就是昏迷 不一定会醒 就是变成植物人 那所以我们台湾有最好的医疗 但是这些后遗症 其实也是相当的多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是最新的台大整合内视镜 血块清除手术 由台大医食研发的 最新的神经内视镜系统 它是一支内视镜 所以它的内视镜里面有什么 包含镜头光源抽吸跟抽水的功能 也就是用医师一个人操作来清除脑部血块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道具 这是一个一比一模型的脑部 那脑部在这边 那我想出血都在这个脑的里面 其实我们都会 任何开刀都会去破坏 那一般的开炉必须 锯一个骨头 把它锯得大大的出来 然后再从表面再去找到血块 去把它拿掉 那我们再进步一点 我们可以用一个导管进去 放一个支撑架 从这个地方去用显微手术 或者用内视镜去做 不过相对来讲 它还是很大 那所以其实经过这么多年 我们每个月都有一堆的脑出血的 病人需要开刀 我们医院的黄医师 他就研发 可以利用内视镜 开一个很小的洞 那开炉就减少时间 那另外脑部破坏也很少 那利用一个这样的系统去 就可以拿到一样的血块 所以现在 现在是做一个导管进去 把脑部从表面做一个洞 到血块 大家在萤幕上看到的 就是内视镜看到里面的血管 以及旁边的血块 那在这个 这个器械上面可以有抽 抽吸 可以有滴水 可以用清镜头 那事实上还可以用一些 机械式的方法 去把血块清出来 那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其实清血块 不需要清到完全的干净 那事实上只要剩下一点点 没有造成脑部的脑压高的时候就够了 所以我一般是标准要在15cc以内 那经过这样子 只要不去破坏脑部 那我们在很短的时间 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以内 大概就可以做到一个减压 可以在第一个时间 让病人的脑部得到稳定 其实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医院 只要一个这样的系统 它就可以治疗 我们对于脑出血来讲 我们不建议转院 因为转院的过程 大概就来不及了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